五天啦 都做那個肉框架 都做肉框架 建材最多人都沖到沒泡的粒 到底國新鄉大吉尾 以及做門川的吉民 一早就來到北港客給花瓶 稍微向第三豪川局人員說明他們的困擾 不過第三豪川局聽完後就表示要回去開花研究 這樣待會實在讓人很失望 有人有來 但是他們說的 我們聽不懂的 他們說要回去開花研究 再開花 說不一定說要 治理線一百米中間 他們還回去開花過之後 還可以來做來設計 你給他想 讓你三年 五年 治理線還沒走出來 這三年 五年 我們中間的這裏 崩潰的 非常地苦泡 我們說實在 我信仰 這是一台花研究 關鍵 速速把我們處理 抓龍肉桿架 這種地標沒有地本的方式 就是三豪局這幾年來 應應對齊 大水一來 龍中牆壞掉了 不然是躲在附近的機密 要煩惱安全的問題 人上有百萬公斤的農田 恐怕也沒有水 更好慣慨 這個上沿 是水鑽 是國姓鑽 國姓鑽的外干區是一百多甲 一百多甲農田 每年如果大型洪水一來的時候 那個國姓鑽都是斷毀 這個影響這個農田的慣慨 而且這個乾旱存在 非常嚴重 做工神 不要隨便戰錯 滴基民開火 討論過後 最大希望就是第三豪傳局 用鴻木頭來抗火花 因為只有這樣 才不會因為大水一來 就掛腳 火花又再重拍去 連後又停抗一次 實在是龍火經費 又沒辦法達到效果 第三豪傳局占對其民 提出的建議 並沒有靈活生錄 只有一載說 要再研究 地方不斷來表示 甘說真的要等到發生災害 才要來處理 到時候就已經不符了 即將自己採訪報道